哦 各位老天三个月可以回本啊 各位老天 那我们现在来就采访一下我们这个设备的老板啊 那我们首先想问一下 两种啊 我们买这套设备什么时候能回本 设备呢 我们现在是一次加工五条 一次加工五条的情况之下 带起了以前传统的设备 如果在有量度的情况之下呢 可能在两个月 一般可以得买的 在这个开两半字 两半字到一般就是8个小时 两半字在最上的情况就是在三个月 三个月可以回本啊 如果你错失败的话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那第二个问题 男总 你觉得咱们这个行业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好做还是不好做 这个话 行业呢就是这样子的老 我们这款设备是在以前这个手动的 机器的基础上可以更新 比如说 车 放 转 杀 它是在以前四台设备上面可以点起来 点起来细心一次做几条 现在一台机它可以带起之前的四台机 相当于成功五个工人 在人工很难捡的情况之下 这个机器才产生了 跟我们很大的动力才产生了这种设备 两种应该是在这行业很久了 而且只做这么一款产品 那这边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两种 咱们这是个做多久 从这个07年到现在 也差不多20年来专门出车床的行列了 车床行列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瑞胜华 他都知道我们这个 做一些别人中国岛的一些异性的产品 老天啊中国制造匠型品牌 在我们中国目击行业里面 我觉得咱们这个品牌就是五福的这个标准 那我们一起为中国制造加油 加油加油 上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走